一般在比赛中我们比较采用的呢 就是直接去推这个球的正面 能是这样 它普通的那种上拳球 直接去推球 直接往前击的这种方法 能是 在这个推挡的过程中呢 首先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我这个拉手的这个跟球的这个距离 等于是 因为一般大家会觉得这个反手 我发不上力 是有身体在挡着这个球的距离 你在拉手的过程中 往身体的这个 偏你持盘手的这个内侧这块去拉一点手 这样你的这个 没有这个遮挡 如果你是这么着直拉的话 你就会感觉有点发不上这个力 从身体这个侧 这侧 等于是身体持盘的这一侧 往侧前方去发力 这样你的这个击球的距离 就会加大 等于是 这个时候在你这个腹部 你要有一个蓄力 提前把这个球的这个距离 给它长好 蓄力 再去发出去 这个力量 等于是 蓄力 出手 现在呢 因为那个弧圈球打发比较多 很多过程中呢 它不是这种平的上旋球 它的球会加一点旋转 这个咱们就是 让你这种直接发力的 这种机会就比较少 这时候你需要推挡的过程中呢 你就要有一个借力发力 让这玩意稍微加一点旋转啊 它这个 它一有旋转的情况下 它一有旋转的情况下 我就要找好机球点 再多往侧一点 多往侧去发力一点 往侧去 往侧去接它这个球 对 对 把这个球的力量给它 往侧面给它有一个抵消 对 往侧面给它有一个抵消这样走 对 它如果你正着去对这个旋转 尤其对人家那种旋转比较强的 这种高调弧圈 直板选手一般比较怕这个球 因为你会觉得你手有一点架着的感觉 在它这个 这种球你处理的方法就是 它在起跳的时候 你给它有一个从侧面这样去给它卸这个力 侧面这样去卸它这个力 把它这个旋转抵消 让你球的倒台的效果呢 能有一个粘台 去吃对方这个旋转 它还有一个向左 就是像你这个 机球这个面有一个旋转这样 把这个对方的旋转等于给它回过去 这样 对 我有一个卸力 出了机会 好 我再去加速 好